清白智英 你們謝謝金脈智英今天的服飾 我們也是聽到金脈智英這樣很熱鬧 討論跟我們其他的金脈團拍拖一下 然後我們也聽一聽我們華語堂其他的同工的服飾 好 我們大家一起一同來到大神 Slam主 我們感謝你今天來到你的面前 我們恭敬兩萬元 我們在這裡遇集我們要奉你的臉 開始今天的聚會 在這幾天我們居住了這塊土地 正經歷本世紀第二波的南朝 主啊 全美恩代理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地方 主要希望讓我們每個人都每次度過這個海南的冬天 特別是那些身體欠安的胸前們 我們希望你的憐憶祝福 聖安請祢祝福我們寫居住的這個城市 也就是我們求你也特別恩高 我們今天的蔣元寧牧師 求神你親自 還有讓他們在你的聖靈來 你的飽雪後後 這代節竟我們今天所在的這個講台 也就是我們讓我們每個人聖靈來 來讓我們每個人打開心眼 也就是讓我們每個人都聽見 你要對我們講的話 神啊 我們要像今天福音書 裡面那個下眼的人 憑著信心說 耶穌我要看見 也就是我們也要說 神啊 我們要聽見 聽見你要對我們說的話 神啊 求祢祝福我們在這裡居住的每一個人 特別是今天來到我們面前的 我們的每一個我們花語堂的會友們 神啊 我們要豐豐富露的得著 得著我們要給我們的大大的祝福 主啊 我們要祝福我們花語堂 讓我們的花語堂在這新的一年裡頭 真的是人數加倍成長 主啊 夜花的祝福滿滿在我們這一個 花語堂裡面 就是我們也要謝謝你 謝謝你今天與我們同在 我們將以下的時間也要風敬仰望 將在神的手中 求神與我們同在 我們接著要來最大的建議 好 我們來看我們的周報 你要盡心盡盡盡盡益 愛主你的上帝 這是建議中的利益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反 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建議是律法 和堅持借道理的總幹 好 接著我們要來讀聖經 聖經記者在 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到四十三 這是一個很美的故事 我們待會我來念三宿節 兄弟妹來念雙宿節 那最後兩節我們一起來讀 未來 耶穌將近耶迪勒的時候 有一個蝦子坐在路旁逃犯 聽見許多人經過 就問是這什麼事 他們告訴他 是拿撒勒人耶穌經過 他就如假說 大衛的子孫耶穌啊 可憐我吧 在前頭走的人就責備他 不許他作聲 他越慌喊叫說 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吧 耶穌站住 分部把他淋過來 到了跟前就跟他說說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他說主啊 我要能看見 耶穌說 你可以看見 你的信救了你的 下次立刻看見了 就跟隨耶穌 一同榮耀歸於神 眾人看見了這事也讚美神 我們回來再看四十二 我們一起來讀 回來 耶穌說 你可以看見 你的信救了你的 下次立刻看見了 就跟隨耶穌 一同榮耀歸於神 眾人看見這事也讚美神 這真的是一個很美的故事 我們今天我們也很派出 我們請到我們的 林榮朗林牧師 他之前在那個 在那個廣告